我觉得听起来我比较喜欢学她的味道 比较有特色 对 就像切实方明要唱这首歌 台上的歌手唱的老歌 让台下观众听的是津津有味 有民众特别前往聆听 觉得非常的怀念 老歌来这边有一些老歌心 那我们是在怀念老歌 我们觉得很有亲切感 由震声广播电台举办的 2014爱你一生一世金曲在线演唱会 日前在文化处演艺厅举行 那么这是我们震声广播公司 首次在台东地区举办一个大型的演唱会 那么因为我们的听众群 有很多都是属于影法族老一辈的朋友 我们希望说只有这个活动 让我们震声在地方上 我们这几年来关怀弱势 还有就是说我们的听友对我们的支持 我们希望藉由这样的一个机会 能够回报大家 听到这么多知名的这些歌手们 一起来我们演唱老歌 尤其台东的人口的结构 是比较偏向老化的 那我想相对比较多的这些中老年人 对这些过去成长的过程听过的老歌 一定都会非常的喜欢 我相信大家会有一个很愉快的夜晚 我们也特别感谢震声广播电台 邀请到小凤飞飞 方宁 资神歌手谢雷 新妈歌手古拉丽等人现场演唱 不少朋友前往聆听觉得仿佛 回到了旧时光 一起回忆起那段日子 有民歌相伴的幸福回忆 东南宣布陈静雄 在台东市的采访报导